第一位由我們陳惠文、陳一彥執行 執行時中時間四處分長 陳一彥,可以開始執行了 謝謝主席還有我們市政府所有的局處長、市長 還有我們今天所有的媒體記者大家好 今天是本席的市政總質詢 我想首先就以目前本席所關心的議題 還有民眾所關心的這些陳情的議題 然後來針對今天的局處來做一些詢問 那我想最原始我們現在環狀輕軌已經在進行的 那也即將在今年的八月左右 那可能就是可以完工、啟用 那現在接著下來呢 其實要整個這個網絡 我們整個環狀的一個網絡、輕軌的部分 其實以我們目前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捷運局還有17條 還有17條在規劃當中 那原先從我們輕軌環狀希望出發之後 我們鳳山縣 原本其實也有一條縣 那這一條縣最原始 最原型的這個輕軌 是跟我們的希望班超路交接之後呢 然後就行津保泰路、瑞隆東路到五甲一路 向北到國泰、陳青大碑 然後一直呢 神龍路到鳥松機場 那這個全場總共是14.4公里 那有24個車障 一個平面機場 那全場是14.4公里 這是最原始的鳳山縣的一個計畫 那這當中呢可以服務的 有瑞翔高中、市議會、魏武營 還有到我們鳳山行政中心 等等等到長庚醫院 那個陳青虎幫球場 那後來我們 再把這個17條的 這樣子的一個輕軌的交通網絡呢 然後跟交通部 來做這樣子的一個報告 後來交通部呢 我聽說他要求說 能夠把這17條 然後把它列出優先順序來 那列出優先順序來 然後再來跟我們的交通部來提報 那在這裡本席啦 想要了解 這個優先順序的標準 是怎麼去訂定它 這17條的這樣子的一個路線圖 那誰來排第一、誰來排最後 這個標準是怎麼來訂定 第二件事情 等一下也請我們 捷運局能夠報告一下 然後最終 推動的順序、排序 已經出來了沒 已經出來沒 這17條已經出來了沒 因為我知道 我們內部要送交通部之前 內部有先開會 也要先評估 那已經出來了 等下請報告一下 接著 本席 有聽到說 我們原來鳳山縣 其實是在101年的9月 就已經有跟我們交通部 申請了400萬 然後我們自己 市政府 配合款600萬 有1000萬 已經有先做 所有17條裡面 其實就只有我們鳳山縣 這條線 已經有做可行性評估 那可行性評估已經也到最 最終端的這樣子的一個 報告的一個結果 那其餘的都還沒有做 就只有鳳山縣有做可行性評估 那這個情況之下呢 因為本席也有聽到說 我們目前 就 我們捷運局內部呢 是希望 以這個黃中線 所謂的黃中線呢 這裡就是一個黃線 這一條 我現在用 用我這個 這個這個 呃 粉紅色線這樣子 弄出來的這個 這個是黃線 這個是中線 現在目前 我們的捷運局目前 是希望把黃中線 把它加在一起 連合一起一個網狀 然後呢 先推出來 那原來 本席在講的鳳山縣 是藍色的這一段 再加上部分的粉紅色 就是 這一次要推有部分 其實也在這個 黃中線裡面 然後一直延伸到我們的 神龍路到機場 那 在這個部分 呃 我真的很想了解 因為原來我們鳳山縣是 第一優先 因為 一定是感覺可行性最高嘛 才會先優先來做這樣可行性評估 齁 但是齁 吾 因為有新的想法 齁 dispar CAD 都是 electro 吾 那麼 我 那麼 我們 那個 日期 运行是不是如此 然後呢現在的黃中線 跟鳳山線是不是都是優先的 那順序為何 那如果都是優先的 順序也都 不分宣制等等之類的 那是不是能夠把它連在一起 在一起把 他 這個目前規劃的黃中線再加上一段 這裡藍色的這一段 把它加在一起 是不是能夠變成 這一次能夠第一優先 的一個整個我們輕軌要 爭取經費的 這樣的一個規劃 我想等一下請我們捷運局 針對這個部分能夠 一起說明 捷運局 感謝主席感謝陳議員 陳議員所提到 感謝陳議員 對我們鳳山線 多次的 關心 鳳山線本身 整個 修正教的那個 陳議員報告就是 我們 整個 優先順序的評選的部分 到底有哪些指標 那當然 大眾運輸本身第一個功能就是要配合整個 串聯 整個都市的發展的部分 那現今我們整體發展的部分主要有 亞洲新灣區 為我們整個 引擎所在 所以這整個 連結部分 我們必然就是還是以亞洲新灣區 作為連結的主要部分 那因為 原先鳳山線本身 它是 遭陳慶路 那到了三多路之後 然後左無甲 它跟整個 亞洲新灣區的連結部分沒有那麼 縮密 它必須還是藉由我們水安清軌部分 才能做串接 所以 直接 就是說 我們當初 第一個就是 配合整個 都市發展的串聯 第二部分當然是要改善永續運輸的效能 那考慮到等於說我們清軌進去之後 然後對於整個交通運輸 跟環境永續的部分的 這些正面的效益部分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 還是要考慮到整個財務平衡 那所以我們要考慮到它自常性的問題 那第四個部分是要考慮到社會的接受度 所以幾次的四個指標之下 我們會進行 我們整體的一個評估部分 那杜阿陳議員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不是一開始就已經有鳳山線的可行性的研究嗎 那為什麼他 既然已經進行可行性的研究部分 不把它列為第一優先 因為 既然從事可行性研究的時候 其實 交通部他在當時也頒布了一個 就是大眾捷運系統 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 計劃申請審查作業要點 在這個要點裡面 完全我們 都是把可行性報告交通部 現在不是現在要求說 先要先做 大眾運輸系統 整體錄網規劃評估 就是說要先做整體錄網 所以在這同時 在這同時我們在進行鳳山線的可行性評估的時候 其實就還是要同時進行 大眾運輸整體錄網 那在這兩個同時並行的情形之下 都沒有說過 我們幾次的四個指標的情形之下 所以 在這四個指標之下 其實我們黃中線部分會是變成列為第一優先 那原先 在我們三多路以南的鳳山線 這一段的部分 其實 也變成 它是變成第二優先 那現在就是 我們希望 正在考慮的部分就是 還是先把它 銜接到我們亞洲新灣區 那亞洲新灣區銜接完之後 繼續下來 我們還是會針對 我們 三多路以南的這個五甲地區 銜接到我們西灣的部分 會進行這一部分的串聯 好 局長 因為我為什麼會一直強調 這個藍色把它列為我們第一優先 其實你也可以把它變成是 一樣是第一優先 然後第一階段第二階段 因為現在只剩下 原來它是14.4公里 那現在前半段 三多路以北已經 包含在你的黃中線裡面 三多路以南 其實只剩下五點多公里而已 這個 除了 除了它剩五點多公里 你把它變成一個路網好像有點 有點短然後 又不是一個環狀的一個 一個回路 第二點 它攸關到我們南鳳山整體的 情感問題 我想 一開始我們整個南鳳山 因為本席就是 居住在南鳳山這個區塊 我們的民眾都非常的期待 這個清軌的鳳山線 能夠趕快建置完成 那現在 當然你一直講說 我們是第二優先 但是 一直有 我們都以為 我們即將就是 下一個階段 就是輪到鳳山線 來做建置 這個清軌的 這樣子的一個期待了 那 的一個 考慮 跟 跟 這樣子的 一個 策略 是不是能夠 內部 內部再來檢討一下 是不是能夠朝這個方下去進行 好 這一部分 我們會針對兩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我們希望 針對整個都會延伸環的部分 然後把 整個 鳳山 三民 跟雅多新灣區部分 做串聯 然後這一這一圈上來之後 後續的部分就是我們 我們那個 山多路以南 這鳳山線的部分 等於 財務的考量 那我們會針對這兩 這兩個考量部分 然後 依照我們陳寅遠的建議部分 我們再重新檢討 好謝謝局長 謝謝 好那 接著我想 鳳山 鳳山來講 不要說鳳山 高雄市 高雄市目前 這樣子的 三級的運動項目 發展的運動項目 其實不多 那 目前來講 我們 文山國小 現在 正好有一支 我們的 女壘 那女壘是高雄市 目前唯一的 國小的 這樣子的一個隊伍 唯一的一支 但是他不是用 我們 體制內的 體育班的方式 他是 他是用 社團的方式 然後去成立 然後成軍之後呢 到目前已經三年了 那這三年呢 我想 他在 非常 沒有 來自於 包括教育局 然後 其他的一些資源的情況之下呢 然後 學校以及 文山國小的家長會呢 把他成軍 那 這些學生呢 大部分 都來自於弱勢家庭 擔心家庭 那 讓他們呢 讓他們呢 能夠找到一個 他們可以 他們可以 有一些 發展 然後呢 有一些成就感的這樣子的一個方向 那 那 目前呢 這個 文山國小的女壘隊 目前來講 成軍三年 但是我要跟 在場的所有的 報告 他們真的 他們真的非常的認真 現在來講 成績非常的 然後 第一年不講 到第二年呢 他就已經參加我們 全國中小學 那時候是參加遺囑 遺囑的比賽 女壘的遺囑比賽 然後就獲得了銀牌 然後呢 到 今年 四月份 四月二十九 然後他們又參加了 這次是屬於 專業級的 全國中小學女壘的 甲主 甲主是屬於職業級的了 他獲得了銀牌 他跟金牌呢 都是 金牌差一分 這當中呢 最後的三場 本席呢 都有去幫 文山國小的 女壘球隊加油 所以 我可以看 看到這整 整場下來真的是非常的感動 他們這樣子 如果大家有看到Kelon的 這樣子 不 不顧一切啦 只求 為球隊來贏球 然後 為勝利 這樣光榮的一刻呢 然後拼盡了力 然後 怎樣 怎樣的跌倒損傷都沒關係的 這樣子的衝勁你會覺得很感動啦 那在這裡本席真的不禁要替他們來做請求 因為 他不是體育班的形式 他只是一個社團的方式 所以他有很多的資源都沒有辦法去 去得到他們應有的這樣子的一個協助 沒有 請求拜託 至少專業教練的部分是不是能夠提供給 這支球隊 因為他們已經表現得非常非常的棒 是不是請我們 那至於會不會給他專業教練 我想這個發展 我們會由這個 體健科 體育處 整體來看一下 怎麼樣做才合適 盡可能給予他協助 我想 局長 真的好不容易 我們 壘球 這個部分也是我們高雄市的強項 那 如果能夠把他三級銜接 這個對我們 這個女壘在高雄市的發展 其實是更好的 這個我覺得 這一群 這一群 這一群隊伍 這一群軍隊 我說他們是軍隊啊 真的是 加以十日 真的是 也是 不得了的 好不好 在這個部分 是不是 局長能夠朝這個方向 給他們 更多的一個資源 不要讓他們覺得好像 有點 孤苦無一啊 好不好 謝謝你 謝謝 來 在這裡 我想 因為 也是因為 在本席街道 這一次 有一個 服務案件之後 然後去 深究了解才知道 原來 我們的警用車輛到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 汽車 有強制險 第三責類險 然後我們 一般我們編列的預算 可能會依他的新舊不等 會編列維護費是 八千 三到四萬九 但是 機車 不論老舊 一律 維護費是 一千兩百三 然後強制險 有 第三責任險 沒有 為什麼我會特別把這個 我們的警用車輛拿出來談 因為 本席就是有接到最近的一個浮案件 就是我們的警用機車在職勤的時候 在追捕 歹徒 然後不小心撞到了路人 第三者 但是呢 目前路人 哦 的傷勢 也非常的嚴重 骨折 等等 好 那但是因為沒有第三責任險 然後 現在 哦 援警 確實要負起這樣子的一個 啊 後續 後續的賠償的責任 我想 在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是不是我們能夠內 來檢討一下 我覺得 如果你是其他的局處 他其實我們的 呃 這些公用車是代步用的 他們要去 各個地方 然後 去做會刊等等 他比較沒有急迫性 他也比較沒有危險性 這個部分 我不曉得覺得他局處到底有沒有 但是我就知道 警用車輛 其實 我們的警察同仁他騎用 他們的警用車輛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在巡邏 他就是在執警 他也許他在 半路中會遇到歹徒 他要做追捕的動作 但是呢 就有 就有私底下援警跟我講說 議員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都知道我們沒有第三責任險 所以我們在追捕歹徒的時候 我們 都會 如果覺得有一點 危險的話 我們有時候會放棄 我聽到這個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覺得說 應該要給予我們援警最大的一個後盾 讓他們在執勤的時候 在追捕歹徒的時候 不用 不用 怕東怕西 不用考慮的那麼多 他能夠 盡量的去幫我們維護我們的治安 所以在這裡是不是 第三責任險的部分 因為 他們執勤在外什麼時候會去撞到人 這個很難叫他們的危險性是相對 比較高的 是不是能夠來 做這樣子的一個經費的一個邊列 然後呢來補助 警用機車 第三責任險 在這裡誰能夠回覆這一件 這個 這個問題 這個是屬於誰管的 來 來 那個 局長 警察局長 謝謝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關心我們 基層同仁 第一線的工作夥伴 他們在執行上的一個安全以及 如果 萬一發生的 這個事故的一個責任問題 在這裡 代表警察局 先生一言 謝謝 那 我們 那個 都有保 那個意外險 都有保意外險 那至於個案 如果因為因公 我們嚴謹有受傷 或是 讓對方 這個 第三人 有這個 有這個 上 一些回損或是傷 受傷 那這部分我們都 個案處理 而且會協助 我們嚴謹來處理 這一部分 這個 我也聽到我們同仁反應 但是 我們都全力來支持我們同仁 那至於編類預算我們 再來向 市府反應 我覺得 應該要讓我們的員警在此前受 午後顧之憂 我覺得這個是 我們都力挺 而且 我們一定要做最大的協助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 警察局要給我們基層同仁這樣子的一個 保障 我覺得這樣是比較 比較是一個 對的方向 謝謝議員 我想 這樣 本席也接到 我們的 民眾的陳情 然後 最近呢 就是有一個 攤販管理委員會 然後 他 據名 就檢舉了 包括 小港 前鎮 鳳山 領養 總共17條 的這樣子的一個 可能就是 每個禮拜一天 每個禮拜一天的這個夜市 然後呢 他檢舉就是用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這樣子說 這個都是違法的 這個佔用的交通 這個不應該存在 但是 本席為什麼 這個竟然是違法的 我為什麼要在這個議事廳 來 提出這樣子的一個 思維 我想 一般 我想要問一下 在座的所有的我們 包括 一級主管 包括市長 有沒有逛過那種 每個禮拜一天 這個夜市 如果有的請舉手 有幾個 你這一輩子到目前為止 你都沒有逛過夜市的 舉手 都沒有逛過的 那幾乎都有逛過 那也許你也不知道他是合法還是 還是違法啦 我想有的 有的也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要跟你講 如果你在高雄市逛的話 大部分都是 沒有合法啦 在這裡我為什麼要提出這個 因為其實為了 這件事情 因為總共他據明了 檢舉了17條 那17條 剛好 鳳山 也受創很 很重 總共就有7條 那這些 這些 每週一次的夜市 其實也是本席常常 會去逛的這樣子的一個 場域 然後 我也問過周邊很多的朋友 還有這些 這些 17條 夜市周邊的這些民眾們 他們對於說 這些 夜市在他們的社區裡面的街道 然後 一個禮拜 大概就一天 然後一天也大概大概四個小時 他們認為有沒有造成 髒亂的問題 有沒有造成道路 不變的問題 有沒有造成 這樣子的一個 污染的問題 噪音的問題等等 我問一下 大部分的說 不會啊 這不會啊 我覺得 非常好 在我們的社區裡面 然後一天就那麼 一個晚上 然後 這個也是變成我們一般市民朋友 的一個小確信啊 我們 有時候就是 呃 等 有夜市的這一天 然後我們就一家大小 然後就西家貸券 然後 就去看看市集 就好像 呃 去 聯絡感情親子遊信 然後去看看有沒有新玩意 然後 也許晚上呢 晚餐 就省 就不吃了 就不煮了 就 順便去夜市那裡 吃個牛排 吃個等等之類的 這是我們一般 平民百姓 的一個小確信 那如果他不見了 因為他幾乎都是在我們的 林里之間 社區 他都不是 這些 17條的 這樣子的一個 夜市 都不是在 道路非常 繁滿的 一個 路段 都不是都是在 我們的社區的小巷道也有 然後就是比較 不是那麼道路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道路上 所以 站在這個 民眾的立場 他說我不可能因為 一頓的晚餐 然後呢 為了 這樣子 沒有幾個小時的時間 然後 七家貸券跑到很遠很遠的 這些合法的這個 這個夜市 攤商 或者是 觀光夜市 我一定是就近啊 就近在我們家 然後逛一逛 然後看看有沒有新玩意 我又問了 他們的一個看法 幾乎 回答我的 大部分都是贊成 都不認為說 他已經變成我們生活習 我們高雄 我們高雄 生活作息 還有生活文化 的一小部分了 他們都不認為這個應該要被廢掉 不應該 不應該被去除掉 我 我 我說真的 這些攤販 再來就是以這個攤販的角度 有很多的攤販 他其實都是經濟弱勢 然後 因為攤販的進入門檻比較低 如果後續又陸續了 又被檢舉了 那整個 是想看看 38區都被檢舉了 然後都要依法來行政的時候 那我們 一般 平民的 小確信哪裡去了 那這些 30 這些 靠的攤販要養家糊口的 這些 民眾 那他們的經濟來源怎麼辦 他們的三餐怎麼辦 難道他們都要申請社會福利的補助嗎 然後又申請不過又是 又是這些邊緣戶等等 那又造成了很多的 家庭問題社會問題嗎 我覺得 應該不是 只是單純與合法 合法違法這樣子的一個論點而已 我覺得應該是更 更 廣的層面 來去看待這件事情 因為 有一個有這件事情的一個檢舉案 所以我們的警察局也有韓氏文 也有請示我們的金發局 那金發局給警察局 的回文裡面 又有寫到說 目前來講 除了前鎮區的金鑽凱旋 還有甘上區的新鋼山 這三個 是合法的以外 其餘的都是 違法的 那 所以我剛剛才會大檔的 朱傑說 也許我們 現場的所有的 官員們 你們去逛的夜市 應該大部分都不是合法的 但是 但是我覺得這個不是我們 用合法 非法 來做一個 一個界限而已 而是應該更 更 更寡面的去考慮這件事情 要怎麼用什麼態度 因為我們常常都是會 在我們的觀光 的這樣子的一個 宣傳上 都說 來高雄市 就是來洗牙齊 這也是算我們的 特殊一億 今天我們一直 要跟我們的特殊一億 一直用 合法 非法 然後來 沾燈 那以後我們高雄市的 引以為傲的 夜市文化 哪裡去了 我們庶民的 夜市文化 哪裡去了 我想 用這個層面 是不是 我想今天在這裡 會說不清 講不明 但是我真的覺得 要有一個 我們 要 能夠坐下來 跨局 跨局處 來討論這件事情 讓這些攤商 他也有所依歸 讓我們的 執法人員 也有所 進退 他也知道他怎麼做 讓我們的 庶民 平民 老百姓 也有一個 每週一天的 小確幸 其實你用另外一種思維 他其實就是一個 社區 封街 每週一次社區封街 然後大家在這裡 玩樂 我覺得如果你用這個思維 其實 也是說得通的 因為我們都考慮 社區辦活動 封街辦活動 然後來 把 地方的文化 把它凸顯 延續 這是我們一直都有在強調的一個 文化層面 我想 我想這個也是啊 在這裡 等一下 是不是也請我們的 金發局跟我們的警察局 簡短的回應一下 一個人兩分鐘就好 金發局長請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那關於 攤販的問題 目前我們是有一個 自治條例 就是 臨時攤販集中廠的 管理自治條例 那到 到今年的11月12號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 這一些 還沒有釋法的 不管是陸上或陸外的 那個 攤販集中廠都可以來跟 本局申請釋法 那如果 因為 金發局管的是這個樣子 就是我們的 這個自治條例 基本上是願意輔導 這些攤販 能夠來適用法令 來通過 那至於剛才 陳議員所提到就是說 高市區內 其實我們 像六合夜市 這一些夜市 縱使在路上 過去都是經過 市議會同意 那他們是一個 合法的攤販集中廠 並不是所有的 臨時攤販集中廠 都是不合法的 那我想說 在這邊先跟 議員做個說明 至於您剛才提到的 那三個 那是 我們縣市合併以後 根據這一個 自治條例 已經有正式通過 合法的三個 陸外 臨時攤販集中廠 我說的是 每週一次 每週一次 現在目前 幾乎都是 沒有合法的 當時在定 這個自治條例的時候 沒有想到 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 可以來討論 看看怎麼樣子 來做一個 做個規劃 好 是不是目前來講 還沒有在 跨局處去做 研究 如何去處理之前 是不是能夠 有一些 比較緩衝的 做法 是不是局長 警察局長能夠回應一下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對於這個 攤販 這個的取締 當然我們是要 依法 道路交通 處罰條例 他有沒有 佔用 道路 或是 這個 有沒有 違規 那 當然 我們也必須 考慮到大眾的利益 公眾的一個利益 只要因為 你違反 道路交通 處罰條例 而且 影響到整個道路的一個安全跟秩序 我們當然要做一個取締 不過也考慮到情理的部分 這個我們都必須做一個權衡 所以目前為止 大部分我們都還是用勸導 但是我們也希望 攤商在還沒有取得合法以前 自己也必須有一個耶穌 有一個公約 也必須要影響到道路的安全跟秩序 我們盡量 會考慮到情法 盡量以 這個勸導 來代替取締 OK好謝謝 謝謝局長 所以我在這裡是不是能夠 要求拜託 我們的 陳局市長 我想 這個 這件案子應該是要跨局處 大家坐下來做一些 討論 然後 有定出一些準則跟方針 這樣子才有辦法去解決 我想 會後之後是不是 之後我們 是不是朝這個方向 有沒有回應 還是就不用了 不用 好 接著 這個也是最近發生的事情 鳳山溪 目前來講 我們還沒有公告 陸域地面的水體 水體標準 那 但是以目前來 監測的一個標準 我們是以 物類的 物類的這樣子的水體標準 來做 一個監測的數據 那所謂的物類呢 它的標準就是說 沒有漂浮物 也沒有油污 現在目前對鳳山溪的這樣子的一個要求是如此 那 這個大概就是 這個大概就是甲乙丙丁物籍 本席有 把他列出來 讓大家能夠了解說什麼是物類 然後 然後目前 那目前 民眾陳情 會跟我們服務處陳情說 會有一些 髒污點 會有一些惡臭等等 大部分就是在這個區 區塊 有 曹光郡 鳳山駿 然後 離譜之縣末端 牛寮之縣 吳甲 前政河 這裡 這裡是 我們服務處 本服務處常常會接到民眾陳情的這些 主要的一個點 那 我現在要談論的是鳳山溪 因為 剛剛我有講 其實也有在機查 也有在處罰 也有列管 但是 很奇怪了 到目前為止 這個是近日 去拍攝的一個畫面 鳳山溪眼 因為也是 因為接到民眾的陳情 而且還不是一個兩個 還有在FB留言的 還有在 還有打到電 打電話到服務處去的 後來我就派 派我們的助理去現場看 那 就確實就看到了這些 那 這個部分 他目前 在水岸綠地交接有 有污泥堆積 就是有發現有 水面有油污 喔 那現場 就是有 惡臭 喔 那 大家看 目前 這個都感覺就是 黑黑的 然後 甚至會有那種 粉紅色 彩虹色 彩虹的那個油光 彩虹的油光 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喔 這個都是 感覺就是 現場 喔 就是 是 非常非常的 喔 有一點 不乾淨喔 非常的髒喔 那甚至有發現 絕絕喔 然後 那個水都黑黑的 喔 那也有發現 喔 岸邊有一些 管線喔 這些管線啊喔 這些管線到底是還有沒有在排用這個 這個我就不了解了 這個喔 我們只是以現場的一個狀況喔 今天呈現出來 給你們 包括相關局處 看是 水利局或者是 喔 我們環保局喔 能夠 事後再去了解更清 更清楚一點 然後 喔 它的管線末端都 沒有深 沒有草喔 這個 應該不曉得是什麼東西 可能是有害的 喔 排水還是怎樣喔 那 有的地方 它是會有 詩問的 喔 詩問的 就表示說 這些孔是不是還有在排 但是 去的 助理講真的是臭 喔 真的是臭 喔 那 也有發現 某個 路段 好像有墨綠色的河水 喔 這些 我想 這個部分喔 今天提供出來喔 就是 會後也是請我們 水利局跟環保局 是不是能夠針對 這一個 能夠 再加長的 稽查然後 那個 到底是怎麼回事啦 因為 我們好不容易花了 花了這麼多的預算 然後 做第1期第2期第3期 第5期了嘛 這 整個都是 都在做我們 風山西岩的 改 的 的 的 這個 呃 改建修復 喔 整治 那 但是還是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啦 是不是 等一下 呃 風山西岩縣的那個 用戶接管工程喔 也就是 鳳山跟 鳥松地區 一年大概有5億到6億左右 那 這些區域的 用戶接管工程 持續在辦理 而且這一些 捷屋的設施喔 總共在這幾年 接了19處 那19處的整個 總結物量 總共有5 5萬噸 每天接5萬噸 那 以我們目前的 觀測的水質喔 整個整體的 不是單純那 哪幾天喔 其實它是比較接近於 丁類水體啦 就是 沒有像 物類那麼差 那議員提的這個狀況 確實有民眾有反應 那大概會 集中在禮拜六 禮拜天的時候 那這個時段其實環保局也 也了解 那目前我們會 針對除了捷屋以外 也會做一些 比較嚴格的監控 那這個部分會雙管旗下來做辦理 那後續的話我想 環保署有來我們這邊辦理過一個 視察喔 那未來就是剛剛 議員提到了整個上游段喔 因為 我們的污水管的能 能夠承接的污水量沒有那麼大 所以可能會在上游的部分 再做一個 一個簡單的 這一些 那個 私地進化的一個設施 這是目前的一個改善狀況 以上說明 環保局 機長大陸 謝謝主席 謝謝 謝謝陳議員喔 後續我也會 在 立假日跟夜間的部分來擺重兵 來抓這些污染者 我們希望說 他能夠 把他繩之以法 因為 從水污染防治法修正以後呢 他的罰則也提高 同時有刑責 同時有刑責 有刑責 有刑責 然後 然后造成路面的凹陷跟破损 第二个就是道路回田不死 造成高低不均或规裂 那第三个标线涂销没有完整 然后容易造成误判的一个行驶的误判 我想这是目前这几个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 还是一个发生的 还常常有发生这样的状况 所以有去拍了一些照片回来 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路频路频 但是这个路频 我想等一下看完这些照片 会认为说我们的标准不是2.22mm吗 但是呢我想这个都是超过了 所以这个都没有达到这个路频的一个标准 所以你看一下 有没有这些孔盖还有这些龟裂 然后这整条路段它是同一个路面 它是不同的高度的 然后这个孔盖 这个孔盖的周围 就是第一它的高度 它的高度的一个高低差 然后它也很容易造成路面的一个破裂 然后常常我们还是会发现 有很多的施工单位 管线单位 它可能在管线的回田部分 不晓得是不确实还是怎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常常他们回田的部分 它还是会有凹陷 我想这些都是在这些路段 我刚刚提的这几个路段 常常会看到的一个状况 一个现象 我想在这里 等一下因为这个都是属于 部分是养工处 部分是回田 回田施工单位的 要做的事情 那等一下也都请我们养工处处长 也都统一来回应一下 然后接着 是八仙公园 我想本席一直以来都很关心八仙公园 那八仙公园到目前为止 本席一直有听到 我们 其实我们赵处长一直跟我讲说 有做规划 然后未来会做八仙公园的改建 那 这个一直都是 我有跟附近的居民说 这个以后会做一个改建 让你会给你们一个更好的一个品质 环境的一个公园 那请他们拭目以待 那但是呢 这个部分 我又听到一个新的讯息 说 可能 这个改建 会有延宕 或者是可能 不考虑等等之类的 因为 这旁边呢 刚好是 有宗教信仰 但是本席认为说 宗教信仰跟公园 应该是可以二合为一 可以让他 公园有这样子的一个 民众休闲的一个去处 然后 我们的宗教 也可以合在一起 然后变成一个 文化休闲 然后 的一个 一个场域 可以朝这个方面去设计 我想 这个是我们未来 等一下请我们处长 因为 让我大概看一下八仙公园的一个问题 因为目前真的 我真的觉得他已经达到必须要改建 从新来做整理的一个状况了 现况都已经是如此了 因为去到现场就会觉得 他陆霸也非常的严重 但是我并不是说要要求陆霸的问题 我是要求说能够八仙公园来 赶快来做一些改建的一个动作 因为他的设备其实都已经有被破坏了 那 那这部分我想 呃 请我们的赵处长回应一下 来 处长 答悟 那个先说陆评啦 刚刚那个陆评还是以安全地 当然是在整个路段的審查 就是我们的拗动 我们会现在做一个补评 或者是归类的部分 小部分的归类 我们就会做一个方正的切割 如果说长条形的归类 我们会做一个路段的跑铺 所以以整体我们的风山来说 说今年 今年为一月到四月 我们在风山地区 我们跑铺过四万两千 所以说在整个比较严重的部分 我们都会阻断来做一个跑铺 我们来说八仙公园的部分 其实八仙公园的基盤 我们知道是以我们的宗教保存区和公园市禁令 他没说人也蛮多的 人蛮多的 但是当然养工处也不能说人多 台客还是有设施的破坏 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不会这样想 那当然我们都会在 在清晰的部分 我们会一天有三个时段 就是说我们在八点以前 就会做一个经历 到十二点的时候 会再做一个巡查 到到九点 会再做清理一次 毕竟这边 他没说本舍这么多 输用的人 他要等本舍这么多 至于说我们八仙公园改造的部分 其实我们现在在规划 因为整个整体 差不多有七千八百左右 说起来蛮大的 所以在里面还有一些部分的私有地 所以在整个改造 我们今年已经在 从去年的十二月已经在启动了 当然我们也想把它再精致一些 我们预计在今年的十月会来动工 以上 不足不足的话 再向陈远报告 再向陈远报告